公主,上次你送来的上好茶叶是放在哪里?还记得吗?风帘一淡淡一笑,温润的紫色眼眸,看向殷叶公主。 殷叶公主知道她是要泡茶款待她们,顿时高兴地说,我知道,一哥哥你们先坐着,我去泡茶,说完就乐颠颠地走了。 黄北月心里叹息一声,真是个单纯的少女,被人故意支开了,都没有察觉,还高高兴兴地,殷叶公主一走,黄北月脸上的神色变一脸,冷凝如寒霜,抱着双手养着小脸冷冷地看着她, 气势上一点也不输给,这个比她大了几岁的子谋男子,昨天的事情,多亏了北月郡主帮我嫁祸给令凶,风帘一还是淡淡地微笑着,笑容中带着几分妖念,黄北月冷哼,我帮你可是有代价的,代价一颗碧水神珠还不够吗? 风帘一淡淡地说,那东西我要来做什么?虽然昨天是她原本就制定好的计划,不是为了帮她,才嫁祸给肖仲奇,但是也间接地帮了她,让她可以高枕无忧,所有的罪名都让肖仲奇那个倒霉蛋扛了,她这个人,没那么热心到处去帮人,既然受了她恩惠,那她要点回报。 也是理所当然的,风帘一含笑看着她,似乎有些妥协了,那你要什么?净莲炎火顶的话,我不可能给你。那东西,我不要你给我,属于我的东西,我迟早会拿回来,现在只不过是暂时放在你那里而已。风帘一笑意更深,这么骄傲张狂的小丫头,她还是第一次看见,她分明才十二岁啊。这种强大的气势,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净莲炎火顶的话,倒可以适当考虑一下。黄北月眯了眯眼睛道,我要两颗洗水丹,风帘一震,紫色的眸光微微一闪。 我可不是炼药师,不管你是不是,你去到净莲炎火顶,不会是摆在家里看吧?黄北月看了她一眼,你那里有炼药师的话,用净莲炎火顶,炼成洗水丹的几率很大吧?给我两颗。你到了净莲炎火顶的事情,我就帮你保密。郡主,那天一起去安国公府偷盗的人可,不止我一个,黄北月撇了撇嘴,笑得有些阴险。你觉得,有多少人会相信你的话?一个从小病弱的废柴,能够闯进安国公府的密室中偷东西,想威胁他。那也要拿了真凭实据。 否则谁会相信,他有那个本事?风联一无奈摇头,鬼诈阴险输给你了。黄北月扬扬眉,你不书行吗?可是,洗水丹不是想练就能练的,必须要等一段时间。这个我当然知道,我有那个耐心等。练制洗水丹的几种珍贵药材,我也会帮忙找,让他练制洗水丹。黄北月可没有想过坐享其成,有几种药材非常罕见,有钱也买不到。 风联一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才说,再过两个月是炼制的最好时期。这之前,要找到需要的一切药材,越多越好。洗水丹的配药方,他不是特别清楚,因此说,需要什么?你列一张单子,给我好了,我会去找。 好,他含着优雅柔和的微笑答应,抬起头来,正好看见殷叶公主端着茶具走出来,笑容慢慢转淡。黄北月也察觉到她的脚步声,便转过身,在琴桌边坐下来,随意地拨动了几下琴弦。两个人意识云淡风轻,神情悠闲。好像刚才的对话都没有发生过。殷叶公主不知道泡了什么茶,整个情愿中都飘散着一股奇异的香味。她摆好了茶具,动作娴熟地气了三杯茶,茶还没有喝。东陵几个丫头就跑进来,小姐不好了。 大少爷在外面和薛彻打起来了,黄北月心想她和薛彻大家关她什么事,他们打得两败俱伤她才高兴,不过殷叶公主在此。她不好,表现得这么冷血无情便站起来说,怎么回事,是薛彻先挑战的。我猜大少爷恐怕不是薛彻的对手,去看看吧。黄北月放下茶杯,快步和东陵一起离开,和风连翼的交易也谈好了,留在这里没意思。她也想早点离开,萧仲奇和薛彻是在擂台上比试的。萧仲奇那个性格冲动的傻子,肯定薛彻用了激将法,她就答应上擂台 萧仲奇来了,也不想想她什么水平,舞者和召唤师打,本来就吃亏。何况薛彻还有红猪,贴心了要杀死萧仲奇的话,萧仲奇哪有活路走?东院前院中有一大片比武场地,擂台比武道院中的大了数倍不止,红猪放出来,在擂台上依然行动自如。擂台下面围满了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整个临阳学院的人都出来观战了。那薛彻平时不是好东西,和薛梦一样欺压弱小,很是惹人讨厌。而萧仲奇也是个顽劣不堪,仗是欺人的东西。 所以这不得人心的两个人一开打,可谓是人人都激动,都觉得是在看狗咬狗,下面喊杀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小姐,大少爷明显不是削车的对手。东霖低声说,当然,黄北月嘴角边,隐隐闪过一抹轻笑。擂台上的萧仲奇,身穿白银盔甲,手拿雪白的长脊,平时看起来又威风又潇洒。可是现在被那只巨大的红猪长腿一扫,便向后翻了几个跟头,狼狈地爬起来,身上已经挂了几处伤,不过白银战士的实力也不是吹� 那只红猪不是有雷光护体的话,恐怕也要在萧仲奇手下吃个亏。薛车站在红猪的背上,一身鲜亮的红色衣服,哈哈狂笑,小贼,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敢偷我们家东西?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萧仲奇呸的一声,吐掉嘴巴里的一口血,心里那个憋屈啊,他娘的,谁稀罕你们家的东西?哼,嘴硬,今天不把东西还回来,就别想活着走下擂台。薛车发狠了眼冒凶光,哥哥别打了。擂台前面,响起一个娇柔的少女哭声,黄北月抬头看 去,见识萧家那几个小姐少爷,现在哭着大喊的是萧柔,他和萧仲奇都是情依娘生的。从小亲近看到萧仲奇被打成这样,恐怕会被打死,就吓得哭起来了,一旁的萧玉抿着嘴。看见自家的人快被打死了,他自然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二姐姐,求求你就救我哥哥吧。萧柔哭泣着哀求萧玉,我能有什么办法?萧玉冷冷地把他的手甩开,薛车是四星召唤师,还有十一阶的红猪。你还是让你哥自求多福吧?这么冷漠无情的嘴脸。 看得年纪小的萧柔顿时一愣,他以前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和雪姨娘不对盘,但是自家姐妹,他觉得总是有血缘的,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才知道,血缘根本什么都不算。哭得眼睛红肿的萧柔,在丫鬟的搀扶下,软软的站也站不稳。黄北月站在几步之外的人群中,冷冷地看着,东霖轻哼一声,他要是来求求小姐,还有点用。 他说,求萧运真是好笑,其实求萧运也没错,他的天雪猫虽然不能和红猪抗衡,但要就走萧仲棋,也不是什么难事。但那样的话,天雪猫恐怕会受伤,所以萧运才不肯。黄北月淡淡地说,这些大家族里的人,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围观的人群,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只见那萧仲棋身上元气暴涨,形成一层元气防护,硬拼着和红猪的长脚撞了一击,然后他长脊忽然一扫,元气全部凝聚在长脊上,那红猪的腿顿时被砍了一截下来,那只红猪彻底被激怒,薛彻也红了眼睛大喊一声,我杀了你。 红猪的嘴巴一张,一团雷光在里面暴闪,然后一口吐出来,朝着萧仲棋。 萧仲棋一看不好,那雷光绝对是沾了一点,就让他魂飞魄散,连渣都没有,他立刻转身就跑,下面的人都提起嗓子眼,萧柔看了一眼,吓得直接晕过去。 白银战士的行动力是十分惊人的,萧仲棋逃跑的速度很快,可是再快,怎么快得过雷光的速度? 眼看着萧仲棋都快啊被追上了,大面积的雷光让他根本避无可避,他已经跳下来擂台,亡命般地跑出了比武场,翻过一座围墙,跑进了林阳学院著名的图书馆七塔中, 是一片非常大的树林,被围墙围起来,里面的树木比起外面的,明显要繁密了许多,巨大的树棺下,经常会有学生在认真念书,明镇暗斗树林中,分布着七座塔,越往里走,塔的规模就越大,里面收藏着卡尔塔大陆上所有的典籍,七座塔中只有,前面五座,是对学生开放的,后面两座,不准许学生踏入的,七塔是林阳学院中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安静幽远,平时都不许人在里面大声喧哗,几个在擂台便观战的老师,看见� 萧仲奇跑进去了,都眉眼一沉,大声喝道,不准进去胡闹,可是擂台便的喧哗声,实在太大了,几个老师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小贼休想逃,削彻冷笑一声,驱使着红珠追进去,庞大的红珠,八只脚一起动雷光闪烁,很快就到达了七塔的外围墙,刚才一束雷光,已经把七塔中的树林摧毁了几颗,现在红珠的雷光一靠近,几乎是周围的土地,都开始焦黄了,红珠张口一束一束的雷光喷射出来,追着萧仲奇 那萧仲奇,简直吓得魂飞魄散,拼了命地往前跑,几位老师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几个高星级的召唤师,已经召唤出自己的召唤兽,准备上去阻止了,可就在这时候,安静神圣的七塔中,忽然一阵剧烈的摇晃,好像整个地面,都被什么重重地砸了一下,一些神兽弱一点的学生,直接给震得摔倒在地上,激烈的呼喊声,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那只红珠继续张口喷吐雷光,可就在这一阵之后,也像是忽然想起了 什么似的,庞大的身躯顿了一下,比刚才更大的雷光,已经吐出去了,轰隆隆暴响着,在萧仲奇的身后追逐,眼看着已经快要被追上了,忽然一阵愤怒的低吼从七塔的深处传来,那吼声震战人心,每一个听到的人,心里都不由自主,产生了沉浮下跪的想法,那是一种绝对至高无上的霸主,才能发出的低吼,黄北月拉住身子不稳,差点摔倒的东陵,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向了七塔深处,那片浓密的树林,视线中密林忽然抖 从密林中拔地而起的第七座高塔上面,忽然一条黑色的巨龙盘旋而上,巨大的龙身几乎将整座高大都包裹起来,那龙头上的鸡脚微风凛凛,寒光闪烁一声怒吼,龙嘴中一团烈焰汹涌而出,气势汹汹地滚向红猪的方向,十二阶的红猪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灵性,再加上和人类缔结了契约之后,会拥有初步的灵石,一看见如此强大的巨龙,已经心生恐惧,根本不是他能反抗得了的,刚转身想逃,已经来不 那滚滚的烈焰,一瞬间将他包裹在其中,连薛彻也不幸,被一起卷进去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红猪和薛彻一起尖叫起来,那声音听的人心底发麻,灵魂都颤抖了,惩罚之火,惩罚之火呀,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然后所有人都闭上嘴巴,瞪大了眼睛看着那,被包裹在烈焰中的红猪和薛彻,惊恐之情,比看见薛彻被一招秒杀还恐怖,惩罚之火,那是羚羊学院中一个神秘的传说,听说犯了大错的学生会被接 受惩罚之火,这种凶残的火焰不会真正伤害肉身,但在烈焰焰身之中,绝对能够难受到,比十八层地狱烈火更加恐怖的煎熬,只是惩罚之火,是存在于羚羊学院的传说中,谁也没有真正见识过,灵尊请息怒,远远的,一个苍老的白发老者,架着灵兽仙鹤而来,灰色的长袍在风中飘飘,先锋倒鼓气势端沉,上仙一般的人物,是院长来了,看见这个老者出现的一刻,那些被震得跌倒在地上的人,都露出了看到救星一般的 神色,那巨龙出现产生的威压,已经非常恐怖了,惩罚之火出现的时候,更是让人灵魂都不由自主跟着颤抖,被惩罚的是别人,可是听着那么凄厉地惨叫,所有人都觉得,头皮发麻牙关打颤,白发苍苍的院长,驾鹤来到红珠和削车的上方,对着远处第七塔上盘旋的黑色巨龙,深深一鞠躬,朗声道,请灵尊息怒,无知小儿不懂事,冒犯了灵尊老朽,一定重重惩罚他,苍和,你的弟子已经堕落到如今这般地步了吗? 沉怒的声音,从远处的巨龙口中传来,众人大惊,那巨龙居然开口说话了,灵兽只有和召唤师签订了契约,才能在心里和召唤师产生沟通能力,可以随意交流,只有双方有契约存在的灵兽和召唤师才能交流,外人都无法听见,可是那只巨龙居然开口了,那是什么等级的灵兽,听到巨龙开口,苍和院长并不惊讶,只是更深的鞠躬,是老朽教导无方,请灵尊息怒,苍和院长是灵阳学院的院长, 是一名九星召唤师,风属性,在南一国德高望重,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就算是放在卡尔塔大陆上,沧和院长也有非凡的地位,没人知道他活了多少岁,每一年他出现,都是白发苍苍,灰袍偏偏偏似乎不见他会老去,南一国皇室对他无比敬重,册封为国师,他也是太子战野的老师,那些大家族的族长看见他,都要礼让三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老者,居然还要对着那一头灵兽鞠躬求情,实在令灵阳学院中,把沧和院长当成神一样膜拜的众 众学生不敢相信,那只巨龙究竟什么来头,以前从来没有看见他出现过,可是他会喷传说中的,惩罚之火,连沧和院长都要称他为灵尊,众学生只觉得匪夷所思,但谁也不敢说话,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哼,灵尊懒懒地哼了一声,看在沧和这老的面子上,收起了惩罚之火,惨叫声停止,巨大的红珠身体轰然倒在地上,身上那闪亮的红色硬翘也完全失去了光泽,八条腿微弱地挣扎了两下,便一动不能动了,红色的光芒一闪, 红珠无法维持现在巨大的姿态,变成小小的一只,回到薛辙的召唤世界去了,而薛辙整个人躺在地上,不断地静攒,而薛辙整个人躺在地上,不断地静攒口吐白沫,眼睛往上翻看起来,似乎快不行了,多谢灵尊,沧和院长恭敬地道了一声谢,连忙从仙鹤上跳下去,查看薛辙的伤势,第七塔上的灵尊巨大的身体,慢慢顺着高大的塔身盘旋而下,似乎快要回去了,而就在此时,黄北月挂在脖子上的黑玉,忽然 像是受到某种感召力,像心脏搏动那样跳了一下,他微微皱眉,怎么回事,好像觉得万寿无疆特别兴奋,本来看见灵尊快要离开的人,突然又到抽了一口凉气,黄北月抬起头,看见那高塔上的灵尊,忽然停止了盘旋而下的动作,巨大的龙头转了一圈,往人群中望过来,那巨龙的眼睛太大,让人无法判断他到底是看着哪里,还是擂抬这一大片的人,都在那恐怖的巨眼威慑之下,胆子小的人,直接吓得瘫软了,黄北月稍微眯了一下 眼睛,灵尊看的是他,不会弄错,那双眼睛是追随着万寿无疆的搏动而看过来的,他冷冷地抬眸,和灵尊巨大的双眼对视,眼睛大就怕你,笑话,灵尊缓缓地呼吸一声,好像一阵飓风吹过,一片密林都被吹得哗啦啦摇晃,他转开目光,慢慢地沿着高塔盘旋,很快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居然这样就离开了,刚才短短一秒钟的对视,好像是他产生的错觉一样,灵尊,他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灵兽,连红珠这种十一阶的 灵兽,看见他都想掉头跑,真是匪夷所思啊,就连太子战也的紫燕火麒麟,和他的兵灵幻鸟在此,红珠也不见得会那么弱,一招没过,就想掉头跑吧,那灵尊,难道还超越在武林之上,如果能驯服灵尊为他所用就好了,他心里刚刚闪过这样一个想法,眼的声音就响起来,想不到那个老家伙还活着,眼你认识他,说起灵尊,眼的声音不再那么不屑,有些凝重,想不到他炼化了第七塔下面的惩罚之火,实力比以前强大了不少啊,原来刚才的惩� 不是灵尊本身会喷的,而是他炼化的,黄北月,你的兵灵幻鸟,和太子战也的,紫燕火麒麟现今的阶段,在他面前不过如刚会走路的小孩一样,现今世上,恐怕只有我能和他一战,眼非常自负地说,口气中的狂妄之意,谁也不放在眼里,黄北月在心里冷哼,说这么多想让我放你出来,没门,黄北月你,若是惹了他,只有我能救你,眼怒气冲冲地倒,你和我互相帮助,绝对能无敌于天下,就算遇上光药殿,或者修网, 也毫不畏惧,谁告诉你我要去惹他,我会降服他为我所用,黄北月冷冷一笑狂傲地说,眼沉默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狂傲的丫头啊,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灵尊是什么等级的兽,已经妄想驯服他,黄北月心思细腻,注意到眼说的是,兽,而不是灵兽,不由得挑了挑眉,难道他不是灵兽,有点小聪明,眼哼了一声,居然非常难得的没有立刻说话卖弄,而是一直沉默着,眼,黄北月等了一会儿, 有些不耐烦了,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磨叽叽的,也没有回答他,不知道在沉默些什么,小姐,大少爷被人抬出来了,好像受了重伤,东霖拉了拉他的衣服,黄北月抬眼看去,只见萧仲奇被几个学生抬着走出来,身上的白银盔甲被烤娇了不少,黑漆漆的,头发也被灼烧了不少,变得乱七八糟,身上有好几处伤,脸上也挂了彩,往日的英俊都不见了,他被抬到擂台下的空地上,和薛彻并排躺在一起,薛彻已经晕过去了 但是萧仲奇的意识还清醒着,混蛋,看到薛彻,萧仲奇都还想扑过去,大谢八快了,苍和院长抬起头,苍老的双眼中充满了长者的威严和压迫感,看了他一眼,萧仲奇立刻安安静静不敢动手了,今日之事,必须要向林尊有个交代 你们两个伤好之后,每天到忏悔唐贵两个时辰,若是以后还在学院中打架,立即开除,苍和院长的声音一出,萧仲奇立刻攻身答应,不敢反驳,薛彻已经不进轮了,安安稳稳地昏迷着,苍和院长让安国功夫的人把他抬回去,萧仲奇忍着身上的伤,恭恭敬敬问道,院长大人,那位林尊大人是,他心里对林尊是充满感激的,刚才要不是林尊出现,惩罚了薛彻,他现在恐怕已经被红珠的雷光,烧成一团灰了,那么强大的林尊 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尊敬啊,林尊是我们学院的守护神兽,他老人家不喜欢有人打扰,所以七塔中不允许有人进去吵闹,听到了没有,苍和院长严重地警告,这一次他没来得及阻止,还要林尊只是小城大戒,只用了惩罚之火,如果林尊真的怒了,这些臭小子哪里会有活路走,说不定整个林阳学院都要跟着遭殃,是,学生知错了,萧仲奇谦卑地认错,心里安安庆幸,幸好刚才太嚣张的人不是他,否则被林尊的惩罚之火一烧,不似也要 掉层皮啊,其他学生也纷纷点头,开玩笑,看见了林尊的惩罚之火,谁还敢不怕死去触怒林尊,黄北月站在后面,听到苍和院长的话,心里一灵,淡然的面色,都有些微微变了,神兽,他喃喃的低声说,心里略过不小的惊讶,武林已经是灵兽之中的至尊了,在卡尔塔大陆上,已经是神兽级别的兽类,可惜终究没有成为真正的神兽,关于神兽,只是卡尔塔大陆上一个传说,据说只有在广袤无边,危机四伏的浮光森林中才会有神 神兽的出没,而神兽也从来不会出现在有人类的地方,灵尊是神兽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在灵阳学院,哼,你现在知道了吧,狂妄的丫头,你还妄想去驯服她吗,眼的声音再次在心中响起来,带着冷冷的嘲讽,神兽,如同神一般的存在,人类要强大到何种地步,才能让他们屈服,黄北月抿着唇,半想,突然勾起唇角微笑,冷傲自信不可一世,刚才还不怎么想,现在更想了,心里痒痒的手也很痒,要成为一名神兽的出没,而神兽也从来不会出现在有人类的地方,灵 最强大的召唤师,那便要拥有最强大的神兽,哈哈哈哈,眼哈哈大笑,黄北月,我欣赏,你这样的性格,可是人太狂妄的话,那是要付出代价的,什么代价我不怕,我只要够强,便无所畏惧,少女坚定的声音在心中落定,黑水进牢中的水波都晃荡了几下,眼久久望着那晃动的水波,巨大的眼睛里的波光,也像那些水光一样,久久都无法平静,让学生都统统回去上课之后,苍和院长才在几位有资历的老师陪同下,走向书院,院长, 为何这次灵尊大人会亲自现身,几位老师都非常不解,以往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灵尊也不会出现,这次不过是两个不懂事的学生擂台比武,虽说闯进了七塔林中,确实不妥,但也不至于惊动了灵尊亲自出来制止啊,苍和院长捋着长长的白色胡须摇头道,我也没想到,灵尊会现身,灵尊在第七塔中,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出来了,这一次,似乎有些蹊跷啊,不管怎么样,灵尊现身,大家最近都注意一点吧,管好各院的学生,不要出大乱子,是,我们都会 小心的,北越皇朝,薛彻被灵尊一顿惩罚之火,烧得几天几夜都昏迷不醒,安国公痛失爱女,又丢了镇府之宝,现在最出色的儿子,被灵阳学院的灵尊一通教训,整个人都萎靡了,好几天都奄奄的不敢有所动作,萧家也因此能有个时间缓冲一下,不然被安国公府,步步紧逼着,交出禁连炎火顶和避水珠,那可真要逼得狗急跳墙了,这一段时间,秦姨娘也频频到丞相府走动, 她的姐姐当年嫁了平北后,生了一子一女,女儿不久前封了一个红林郡主,听说已经是内定的三皇子妃了,红林郡主比萧柔大了几岁,玩不到一块,倒是和萧韵在灵阳学院中相识,最近平北后夫人带着红林郡主回京城,住在丞相府,秦姨娘为了讨好她的姐姐,便让萧柔多多和红林郡主交吼,秦姨娘现在虽然是个姨娘,但是在长公主府,有权有势过的风风光光,不比哪一家的正式夫人差,因此这两年,她母亲在丞相府的地位也抬了些 平北后夫人对秦姨娘,也都和颜悦色,不像当年在府中,对这个树出却长得漂亮的妹妹,怎么都看不顺眼,这天红林郡主生辰,丞相对这个即将成为三皇子妃的孙女,格外喜爱,因此在府中大开宴席,和丞相府交好的家族,都被邀请了,长公主府这两年,也因为秦姨娘的关系,和丞相府走得比较近,自然是会去参加生日宴的,黄北月本来是不打算去的,不过最近秦姨娘为了萧仲奇的事情,特别拉拢她,加上最近闲来无事,便跟着去瞧瞧了, 平北后府在朝中,也算有些权势,加上三皇子的母妃受宠,丞相府也算南一国的一大家族,所以,红林郡主的生辰,帝都中的权贵,都是给足了面子前来的,后院中,各家的少爷小姐,在赏花游湖,迎师作对,夫人们聚在一起,赏花赏月闲花家常,黄北月不认识什么人,就和东陵两个人,坐在凉亭中喝茶,不远的地方,一群少爷小姐,围着三皇子和孟红林说话,那个三皇子,长得倒也英俊潇洒,风度翩翩, 孟红林也是名谋红唇,举止大方,虽然年龄还小,但已经流露出妩媚的风情,两个人站在一起,倒是一双碧人,狼才女貌天作之和,萧韵没有加入那一群人中间,和几个不得宠的庶女站在一起,不以为然地说,身为嫡女,真是天生就幸运的,韵姐姐也不错了,虽然不是嫡女,可比你们长公主府的嫡女事事都好,不像我们,要什么,没什么多可怜,不知道哪个府中的小姐接了一句,萧韵是长公主府的庶女, 可是,黛玉跟别府的庶女可不一样,她不仅是帝都少女一辈中的天才,在家中也很受宠,前不久还能和安国公府的世子定亲,这些可都是别的庶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果孕姐姐的娘扶正了,姐姐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女了,只可惜,如果红林郡主成了三皇子妃,长公主府的秦姨娘,已靠着这一层关系,恐怕会被扶正呢,萧韵眸光一闪, 忽然冷冷一笑,没那么容易的,她心里忽然灵光闪过,有个一十二鸟的好计划,萧韵慢慢地走到红林郡主那里,看着站在红林郡主身边,笑得很甜美的萧柔,错了错了没把萧柔拉过来说,四妹妹,姨娘教过你多少次了,女孩子在外面,特别有男子在场的时候,笑得矜持一点,别让人觉得我们府里的小姐都没规矩,萧韵这话说的声音很低,可是站得很近的,几位小姐,还是听见了,互看一眼,目光暧昧不明,萧柔怎么都算自己的表妹, 红林郡主听到萧韵这样说她,便沉了脸说,萧韵小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萧韵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自己也是未出阁的少女,旁边还站着几位大家族的少爷,还有三皇子也在场,不好意思只说,只是压低了生意,秦姨娘当年年少不懂事,做错了事情,怕以后四妹妹也不这样的后尘,便常教导妹妹要矜持懂理,不可逾越了分寸,萧韵的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众人一听,哪里还有不明白的,丞相府当年出了一位名动帝都的树小姐,平时名不见经状, 却在宫宴上公然引诱驸马,还好长公主贤良温厚,让驸马将她接近常公主府中,抬了帝位做了姨娘,这件事,当年在帝都,可是传得沸沸扬扬的,丞相甚至和这个女儿撇清了关系,不准她靠近丞相府半步,听了萧韵的话,一些少爷小姐脸上的表情可都是相当精彩的,看看萧柔也都不说什么,各自走开了,三皇子面色也有些不渝,刚才红林郡主跟萧柔说说笑笑的,看起来平时也处得不错,什么样的人,才会和什么样的人, 在一起,所谓的物以类聚,三皇子倾咳了一声,也转身走开,转眼之间,被众星捧月的红林郡主身边,就只剩下萧家,两个姐妹了,她是又急又怒,可是这会儿却发不出来,萧韵压低了声音说,四妹妹,你刚才不应该对着三皇子笑成那样的,口气中微微的责怪之意,立刻就让萧柔占红了脸,二姐姐我没有,你说没有便没有吧,这件事别提了,以后出门,要记得你是魏出阁的闺女,时时要矜持有度,萧韵也十分宽容,像个真正之理的大姐姐, 萧柔气得泪水,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委屈的,看向红林郡主,表姐我,哭什么,今天好日子,都让你哭坏了,红林郡主冷冷地说,秦姨娘的事情,她在规格中,也听人提起过,年轻的时候行为不端,做出那等伤风败俗的事情,连太后和皇上都斥责了,丢进了丞相府的脸面,这两年虽然安分了,可到底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交出来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胚子,她又想起刚才三皇子的目光,确实有几次都停留在萧柔身上,这萧柔确实不是一样 是什么好货色,以后你还是好好听你二姐姐的话,你母亲丢了丞相府的脸面,你现在想丢长公主府的脸面了吗?红林郡主毫不客气地说,瞪了一眼雾字躺着眼泪的萧柔,愤愤地转身离开,萧韵得意地一笑,这一下子,让秦姨娘在丞相府中难做人,当年的就是被人提起来,颜面尽失,也让红林郡主在三皇子心里的地位降了三分,二姐姐,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了人,萧柔也收起,那柔柔弱弱的样子,历生说,今天的事情一旦传 开了,她母亲又要被各府议论,连她的名声都毁了,萧韵冷冷撇了她眼冷笑,语气中也是十足的讥讽,我说的话不对吗?你母亲当年做了什么事,我不说,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何必藏着掖着,再说了,你刚才难道就没有,刻意对着三皇子笑吗?我哪有,萧柔被戳中了痛楚,小孩子心性忍不住怒气,大喊大叫起来,你从小就嫉妒我,长得比你好看,性子也比你好,别人都喜欢我,你就处处诋毁我,这声音 一出来,近处的贵女贵妇,少爷公子们,全转过头来看着她,萧柔仗红了脸,萧韵笑着摇摇头,不跟她多说什么,转身走开,真是傻瓜,有勇无谋,就跟秦姨娘一个德性,就知道扎户瞎嚷嚷,现在丢脸了吧,黄北月在凉亭里,笑得长子,都打劫了,有其母必有其女,雪姨娘和萧韵,都是那种会耍手段耍心机的人,而秦姨娘和萧仲奇萧柔,就是冲动易怒,张扬放肆的人,这一阴一阳遇到一起,绝对会精彩万分, 萧柔受了一通莫名其妙的气,走到凉亭里,看见一脸微笑着坐在那里的黄北月,就一肚子气,如果她不是庶女,谁敢这么奚落她,东霖是个机灵的丫头,看了一眼黄北月,就忙笑着上去说,四姑娘,什么气呢,那二小姐在横,她也就是个乡野村妇生的,四姑娘可千万别跟那样的人生气,没得降低了自己身份,这话说得萧柔心里那个舒服,对黄北月的印象,也好了那么一点,她坐下来,结果东霖递过来的茶水悠悠地说,三姐姐,你也看到了她刚才的举动, 败坏了我母亲的声誉,对长公主府有什么好处,长公主府倒是无所谓,就是妹妹,你受委屈了,黄北月微笑着说,东霖立刻接口过去,四姑娘长得比二姑娘美,舞道上的天赋也很强,咱们南一国是最推崇舞道的,四姑娘将来的成就,不会比二姑娘差,只要名声不坏,以后二姑娘的婚事,让我们姑娘去皇上那里求个旨意,恐怕也不比红林郡主差,笑柔的心猛的一跳,不比红林郡主差,那她也是有希望,做一位皇子妃的三姐姐,我只是庶女出生, 哪里敢想那么多,笑柔性格冲动,脸上已经表现出了狂喜之色,只是嘴巴上还有几分谦虚,庶女怎么了,南一国是以强者为尊的,四妹妹不相信自己的实力吗?黄北月淡淡地笑道,笑柔轻轻抿着嘴唇,心里暗暗地想,如果自己的母亲当年没有做那种,败坏道德的事情,凭着丞相府的影响力,加上她的实力,就算出生庶女,她也会出人头地的,东霖看见,她眼睛里已经有了洞苗之色,和黄北月互看一眼,东霖说, 姑娘你刚才哭过,脸上都有些花了,不如奴婢陪你去洗个脸吧,这些贵族小姐,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貌,一听脸上花了,立刻非常紧张,连忙点头,三姐姐失陪一下,去吧,黄北月看了一眼东霖,东霖自然会议,知道该怎么做,黄北月和各府的小姐少爷都不熟,东霖一走就有点无聊,在凉亭中坐着无聊,她就站起来,四处去走走, 丞相府中很大,规模一点都不亚于赤造的长公主府,层楼叠谢雾隔云窗,假山流水风景奇特,黄北月不喜欢走人多的地方,她生来就喜欢安静,人一多就喜欢往僻静的地方走,她脚步像猫一样,半点动静都没有,走了一会儿,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正想返回,沿着来路回去,忽然听见一个压低了的声音,奇象,三皇子不成气候,恐怕对我们大势不利啊,三皇子性格软弱,不足以成大势,黄北月悄悄地躲到一个假山石后面,听着那些人 巧声议论,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三皇子出生高贵,除了她,谁的家族能和云皇后相比,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来,黄北月听得出这个声音,正是当朝的奇丞相,刚才她过来和红林郡主说过几句话,她记得这个声音,奇象,还有一飞的大皇子啊,晋王,一个人冷笑了一声,胡老宁是越老越糊涂了,一飞是安国公的亲妹妹,晋王也是安国公一派的人,安国公那只老狐狸,和他合作,根本就是与虎谋皮啊, 奇丞相叹气道,众多皇子中,也只有三皇子,还能让我们抱有一丝希望了,胡老道,太子深受百姓爱戴,要弄垮他,第一步要让百姓对他失望啊,可这是哪有那么容易,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有做不到的事情,行了,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前面还有不好宾客,我们先过去吧,奇丞相速声说,脚步声传来,黄北月动作迅速闪到假山一边,像猫一样,没有让任何人发现,戴奇丞相他们走远了,他才慢慢走出来, 原来,看似平静的南一国,暗地里竟然有这么多明争暗斗,太子战也那么受百姓爱戴,整个南一国都拥护他,却还是有人想把他从高位上拉下来,和安国公有牵扯的敬王,还有刚才那个一看就知道成不了大事的三皇子,这两个人加起来都比不上战也的一根手指头,安国公惹了他,他自然是不会让他的美梦成真的,至于这个奇丞相,养出了秦姨娘这样的极品,逼死了黄北月,他也不会让他如愿以偿,嘴角微微地勾了勾,黄北月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回去, 这生日宴,晚上还要听戏,赏花放烟火,黄北月半点兴趣都没有,推辞说,身体不舒服,就带着东霖告辞先回来了,路上,东霖一直忍着笑在说,今天丞相府发生的事情,小姐不知道,四小姐平时因为秦姨娘的关系,在各家小姐中,就急不受待见,这次萧玉一闹,大家瞧不起她,可都摆到明面上来了,黄北月冷笑,秦姨娘中的恶果,抱应到萧柔身上来了,对,以前他们母女可没少欺负小姐,东霖气呼呼地说,黄北月心里知道, 上次让黄北月跪祠堂,就是因为萧柔没事带着人来找茬,被欺负得很惨,黄北月就说了一句,她才是长公主府里的嫡小姐,让秦姨娘知道了,就故意罚她跪在供着长公主临位的祠堂中,这才害得她丢了性命,有这么一层大仇在,她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秦姨娘和萧柔,小姐,这一次,一定要让秦姨娘他们吃尽苦头,放心,黄北月淡淡一笑, 一抬头,看见林阳学院中高耸露云的七塔,心里微微一动,关于林尊的事情,她还有好多没有弄明白,东霖,你先回去我有点事情,知道,小姐,你小心一点,东霖点点头,最近黄北月经常出去,东霖已经对她的实力,非常有信心了,不再把她当成以前那个柔弱的小姐看待了,和东霖分手之后,黄北月拿出黑色斗篷披上,身影迅速地引入黑暗中去, 你去惹林尊的话,当心小命不保,眼慵懒地警告她,你怕了,本体的,我不可能怕她,不过你是我的封印容器,你死了,我也要跟着死,哼,放心,我命大得很,说完之后,黄北月就不打算继续搭理眼了,飞快地穿过黑夜,来到林阳学院外面,这座帝国最大的学院外面,沿路上都挂着灯笼,灯火辉煌,那座气势辉红的漆黑牌坊,树立在夜色中,隐隐流动的元气,散发出强大的威慑力,硬闯的话,立刻就会惊动学院中的各大长老, 不妥,这几天在学院中,她也慢慢弄清楚了一些事情,七塔那边,因为有林尊的守护,还有传说中威力无穷的惩罚之火,实力再强大的人,也不敢从那里硬闯,所以说,整个林阳学院,防卫最薄弱的地方,就是七塔,她绕着第七塔走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入口,这座塔,好像是完全封闭的,难道要直接飞上去,她记得第七塔的上面,是有窗户的,就是不知道,窗户有没有元气静置之类的东西,上去看看吧,兵,低声换了一声, 四周的空气温度骤然降低,兵营的水色光芒一闪,兵临幻鸟庞大的身躯就出现了,黄北月跳到她背上,低声说,慢慢绕着塔飞,兵临幻鸟闻言,翅膀轻轻一拍,带起一小股风,旁边的树枝微微摇荡了几下,便凌空而起,绕着巨大的塔身,慢慢地往上飞,盘旋一周之后,便发现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微微流动着的元气,表示刚才这上面是有元气静置的,可是被什么破坏了,她清零地跳上去,抓住窗帘身子往里探 才刚刚探进去,忽然一阵进风照着面门而来,灵力肃杀,黄北月反应何等灵明,身体厚痒,敏捷地跳到兵灵幻鸟的背上,与此同时,兵灵幻鸟巨口一张,一只兵剑就,嗖的一声射了进去 然而,兵剑才射进去的一瞬间,一股灼热的紫色火焰,也倾吐而出,又凌厉又凶猛,兵灵幻鸟巨大的兵翼一拍,向上飞起,那股紫色的火焰的,便从脚底下喷出去,在夜色中迅速一闪就消失不见 紫燕火起零,黄北月低声道,一个冷酷的少年身影,出现在窗帘上,黑色一袍飞扬,她手中提着一把紫燕燃烧的宝剑,冷漠地双眼抬起,看见她的时候,也是微微吃了一惊,戏天阁下 她冷冷地开口,声音里并没有多少情绪,太子殿下,兵灵幻鸟慢慢下降,让她站在背上,和窗口上的太子站也持平,两人的目光在黑夜中一交汇,便都明白了,对方来这里的用意 灵尊的出现,相信让很多人都充满了好奇心,传说中的神兽是什么样子的,相信所有人都想看一看吧 黄北月看了一眼窗帘上漂浮的元气静止,她当才就奇怪,为什么这扇窗户是开着的,原来是有人早太一步来了,那些元气中,隐隐有一丝火属性 看来火属性的元气,更加容易破开禁止,既然都来了,太子殿下不会让我就此打到回府吧 黄北月抱着双手,口气不冷也不热,太子站也对自己有些误解,她也不打算解释,她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多话 做什么事情,都喜欢用行动来表达,站也看她一眼,直到是无法阻挡她,进入七塔之中,两只超级灵兽在这里打起来的话,肯定造成的轰动不会小 她不说什么,转身跳进塔中,看来已经是默许了 黄北月拉了拉斗篷的冒岩,也跳进去,让冰灵幻鸟自己便小了跟进来,塔中一片漆黑 黄北月从那戒中拿出发光石,眼睛一瞥,看见战也直接用紫燕火麒麟的紫燕,做了一个小小的火把 她不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发光石,跟紫燕比起来,这发光石,明显寒酸多了,要是冰灵幻鸟也能发光就好了,有了光亮 塔中宽阔的空间,便慢慢被照亮,显露在他们面前,四面的墙壁上,有无数小格子,都用静置锁起来 里面摆放的,应该是一些珍贵的点击和资料,不知道第七塔中,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了有关于万寿无疆的事情 她暗暗打定主意,下次自己偷偷再来一次,翻阅一下那些点击,就算只有一点点蛛丝马迹也好 除了那些小格子之外,整个塔中都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高高的穹顶,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举着发光石一照 发现墙壁上和屋顶上,都雕刻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图案,他们一个,都看不懂 沉重的气氛,在塔中的每一个角落中流淌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 变得肃穆起来,悠悠的紫色火焰在前面,笼罩在光运中的黑色身影,显得很不真实 冷峻的少年面孔,在火光之下,有种巨人千里之外的疏离和淡漠 她看了看塔中的情景,便抿着唇,抬着火把,慢慢地往楼梯走下去 黄北月也跟过去,塔中的空间非常大,楼梯是旋转式的 从扶手往下看,黑续续一片,浓重的黑色,似乎多么耀眼的光芒,都无法照亮 想到灵尊可能在这座塔的下面栖息着,他们就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两个九星召唤诗级别的人,还用紫燕火麒麟和冰灵幻鸟,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因为灵尊的实力,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步,一不小心,恐怕就丢了性命 戏天阁下,战也忽然停下脚步 偏过头,从悠悠的紫色火焰中,看着那黑色斗篷之下的神秘人 怎么了,他突然停下来,他以为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结果一看他的脸色那么平淡,不由得有些失望 你对灵尊了解有多少,平淡的口气,好像并没有多少交情 只是普通的队友之间的信息询问,黄北越野不隐瞒 这种时候情报越多,对他们越有利 我只知道,他是神兽,炼化了第七塔中的惩罚之火 实力恐怖到了极点,我们两个有超级灵兽,加起来也不一定打得过 战也微微点头,听到他说炼化了惩罚之火的时候,眼睛光芒一闪 惩罚之火,是灵阳学院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 被封存在第七塔的最底层 犯了极大错误的人,才会被带进第七塔中,接受惩罚之火的考验 那天削彻那天瘦的,连惩罚之火百分之一的威力都没有 否则凭他的修为,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惩罚之火的强大,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有人传言说,南一国帝都林淮城,是卡尔塔大陆上最牢不可破的城市 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有惩罚之火的存在 若逢国变,只要不是天地异动,那惩罚之火,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那灵尊,居然能够炼化惩罚之火 他究竟是什么等级的神兽 太子殿下,灵尊为何会成为灵阳学院的守护神兽 这个原因,大概谁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十二年前出现在第七塔中 强大的存在,无人敢违逆他 于是就这样,苍和院长就默许了 灵尊住在第七塔中,黄北月微微皱了一下眉 黑色的斗篷遮挡下,战也看不到他的这个动作 不过他心里却有个非常微妙的想法 十二年前,黄北月今年也刚刚十二岁 身体里还封印着眼,这只未知的强大灵兽 那天灵尊灵去时的一瞥 若有所思地看向他的眼神 这一切,是不是和他有什么联系 正想着,前面的战也忽然说了一声 小心,然后嗖的一声 一条红色的小蛇,就被匕首钉在墙上 赤红色的蛇身,还在不断地挣扎晃动着 丝丝地吐着蛇性,凶猛异常,好像随时还能对人发出攻击 吞天红蟒,战也看了一眼那小蛇 脸色微微一变,黄北月走过去 看着那只有手指那么粗细的一条小蛇 不禁好笑,这么小一条就吞天 这是吞天红蟒的右蛇,应该是才破蛋而出的 它们一般隔几百年,才产两枚蛋 一枚强一枚弱 这一条应该是比较弱的 小心一点,强的那条恐怕在附近 这吞天红蟒,确实浑身赤红诡异 一看就知道毒性很强 一些炼药师,应该会很喜欢这种东西吧 黄北月想了想,忽然手起刀落 将右蛇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小吞天红蟒挣扎了几下,之后就死去了 别用手去碰,战也沉声提醒 这种东西他没有兴趣 只有炼药师,才会想要灵兽的尸体 难道这个戏天和炼药师,还有什么牵扯 真是深不可测的人 黄北月自然不会用手,去碰这种不误 他让冰灵幻鸟,将右蛇整个冰封起来 然后放进那戒中 那戒里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 不怕兵会融化 吞天红蟒,是什么等级的灵兽 他对这个世界的灵兽等级,还不十分了解 以前的黄北月养在深归 外面的事情不知道太多了 战也又看了他一眼,越发觉得稀奇 一个九星召唤师级别的强者 居然不知道,吞天红蟒是什么级别的 他似乎对卡尔塔大陆上的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难道他不是来自卡尔塔大陆 如果是外界来的强者,那还可以理解 战也一边往前走 一边用低沉的声音慢慢说 吞天红蟒,超等级的灵兽 可是成年之后会进化,成为神兽 但附近应该没有成年的吞天红蟒 为何,有幼蛇在这里 成年的吞天红蟒应该在旁边守护才对 两只神兽不可能同时在一个地方 一山不容二虎,战也顿了顿说 何况,吞天红蟒的蛋 十年才会孵化出来 这里的两枚蛋,应该是被灵尊从别的地方带来的 原来如此 黄北月点点头,那灵尊也真是的 为什么要把吞天红蟒的蛋弄来这里 他已经是神兽了 还想培养一只神兽不成 一山不容二虎 神兽的世界,果然是这么霸道的 两个人顺着楼梯一直往下走 四周都黑漆漆的 从楼梯上看下去,还是一片融化不开的黑暗 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黄北月在心里大概估计了一下 他们现在走下去的距离 应该已经到达第七塔的底部 而且还往下走了 至少有塔高一半的距离了 可现在好像还完全触不到灵尊所在的地方 一点神兽的威压都感觉不到 这下面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 湛爷的背影在前面走动 黑色的衣袍 好像要融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只有一点点的紫色火光 闪现出不真实的迷离光芒 想起在丞相府听到的那些话 其丞相和安国公 都打算把他从太子的宝座上拉下来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在他那个时代的话 应该是在学校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他却要面对这么多尔虞我诈 阴谋轻闸 黄北月轻轻叹了一声 忽然就想告诉他 其实那天和薛彻走在一起 不过是个意外 可还没等他开口 湛爷的脚步就忽然停下来了 他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 立刻全身戒备 明眸一看 却只看见湛爷后退了一步 抬头看着无边无际的黑暗 他细细一看 借着紫色的火焰 只看见前面一堵漆黑的墙壁 横跟在眼前没路了 完全不可能啊 这应该是一道石门 凭借着多年的杀手和盗宝经验 黄北月熟悉各种各样的机关窍门 一眼就看出来 他说完就走上去 从黑斗篷下伸出手 在石墙上摸索了几下 很快就摸到墙壁上 一个凹下去的地方 手放进去 摸到一个沉重的铁环 吸了一口气 用力拉住铁环往外一扯 支嘎嘎一阵沉重的闷响 沉重的石门就缓缓地旋转过来 湛爷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暗暗撑起看 机关这种东西 他也略知一二 不过没有他这么娴熟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还能找到机关所在 这个细天 如果能成为他们一方的人就好了 可惜 随着墙壁的打开 里面缓缓地透出一片火红的光芒来 灼热的气浪猛烈地扑打在脸上 黄北月目瞪口呆地看着里面的火光 不要摇曳着投影在高高的墙壁上的火焰 这里简直是一片火海的炼狱啊 拉起斗篷 才能稍微挡一挡那灼热的气浪 光是站在门外就觉得这么煎熬 那进去了还得了 冰 黄北月嘀呼一声 再可怕的炼狱 也要进去闯一闯 都来了 要是现在退走 岂不是白费功夫 他喜欢挑战 越是危险 越能激起他身体里的兴奋因子 冰临幻鸟庞大的身躯 从上面飞下来 和高大的石门差不多一样庞大了 极寒之气散发出来 在四周蔓延 灼热的气浪 稍微被压制了一部分下去 黄北月跳上冰临幻鸟的背 转身对战也道 上来吧 既然一起合作的 相互帮助一下 也没有什么 何况他之前也帮了自己不少次 战也一正也没有犹豫 轻轻一跃跳上去 冰临幻鸟上面强烈的极寒之气 稍微将他的手刺了一下 小心一点 黄北月小声提醒 战也点点头 冰临幻鸟就展开羽翼 从巨大的石门中飞进去了 无边无际的火海 触目所及 都是熊熊燃烧的烈焰 石门之中的空间 宽广的不可思议 黄北月只觉得看一眼 身体里的血液 都会跟随着一起沸腾起来 这就是惩罚之火 黄北月已经被眼前的情景 强烈的震撼了 自己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 无尽的烈火 是这个世界里唯一存在的东西了 不 战也微微摇了摇头 惩罚之火在更里面 这些只不过是外围的屏障而已 黄北月心里微微一惊 这些火焰的力量 已经非常强大了 他能感觉得到 飞在火海上面的濒临幻鸟 都有些觉得吃力了 相比这滚滚的烈焰 巨大的濒临幻鸟 也如同蝼蚁一般渺小 只是整个火海中 一个小小的点而已 呼啦一声 火海中一个巨大的火焰翻腾起来 刚好就在它们下面 濒临幻鸟翅膀一扇猛的飞高 堪堪避过那一个火焰巨浪 可是灵星的几点火星溅起来 还是在濒临幻鸟雪白的身体上 留下几个黑色的点 冰 飞高一点 上面的空间非常广 只是无边的黑暗 有些让人心寒 不过总比被火焰烧成烤鸟来得好 濒临幻鸟听令 立刻往高处飞 占野黑色的毛子 在火海中和上方扫了几圈 周围都没有强大的威压 稍稍能让人觉得放心一点 下面的火焰 是不是扑腾一下翻滚上来 可是有了上次的经验 濒临幻鸟也知道 应该怎么才能躲避过去了 黄北月 不要再往前了 心里眼的声音忽然响起来 带着浓浓的警告 你感觉到什么了 黄北月凝着眉 根本没有打算过要退缩 他字典里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 灵尊就在前面 眼门声说 他现在正在休眠 所以没有发现你们 不过神兽的休眠 一向不喜欢被打扰 否则他的怒气 你们承受不起 休眠是什么意思 眼哼了一声说 意思就是 他此刻正在某个突破的阶段 你们打扰了他的突破 他会放过你们吗 恐怕上天入地 也要弄死你们两个小小的九星召唤师 小小的九星召唤师 黄北月撇了撇嘴 九星召唤师在卡尔塔大陆上 已经算是至高无上的强者了 至今都很少听说 有能超越九星的强者出现 可在眼的嘴里 九星召唤师却成了小小的 这家伙要不要这么自大 不过 灵兽在突破期被打扰的话 确实怒气会非常大 换作是他 在突破期被人打扰了 从而失败的话 他绝对会上天入地 不死不休追杀那个人 所以听了眼的话 黄北月便转头对战也说 灵尊可能在不远处的地方进行休眠 打扰了他后果 可能不堪设想 告诉了他前面的危险 去不去就是他的事情了 他不能拿一个人的性命开玩笑 站也眉头微微一皱 正想开口说话 下面的火海 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震动 接着 远处便传来一阵愤怒的咆哮 火海瞬间翻涌起来 滚滚燃烧的热浪滔天而起 直冲上最高处的黑暗 顿时 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 全部被照亮了 那是一只只倒挂在顶部的蓝蝙蝠 在黑暗中 他们全都闭着眼睛 可是火焰翻腾上来的时候 灼热的温度和耀眼的光亮 立刻就让他们睁开了眼睛 那一双双闪着蓝光的眼睛 分外骇人 每一只蓝蝙蝠的大小 都有鸵鸟那么大 翅膀张开的时候就更大了 蓝蝙蝠是实接的灵兽 酷爱稀释鲜血 性情凶残 凡是被他们抓住的兽类或者人类 无意都死得很惨 在迷雾森林中 他们算是横行霸道的一个族类了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成群出现 所以就算攻击力非常强大 等级非常高的灵兽 一不小心也会栽在他们手上 实际的灵兽 在黄北月和战野的眼中 都不过和小孩子一样 不足畏惧 可是这里的蓝蝙蝠 数量实在太多了 密密麻麻挂在顶上 一双双泛蓝的诡异眼睛 看得人头皮发麻 黄北月心里咯噔一声 身上寒毛都竖起来了 远处的热浪翻滚 近处的成群蓝蝙蝠 处境突然变得万分危险起来 退吧 战野低声喊了一声 不敢怠慢 立刻召唤了紫燕火气凌出来 黄北月点点头 灵尊已经被惊醒了 被打扰了突破期 圣怒之下的灵尊 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不知深浅 贸然去惹 可没有好果子吃 何况 这些蓝蝙蝠 也很让人头疼 两个人瞬间驾驭着自己的灵兽 飞快地往来路飞回去 可是回去明显比来的时候困难多了 来的时候 火海还非常平静 上面也没有成群的 虎视眈眈的蓝蝙蝠 现在他们的身形才一动 那些蓝蝙蝠眼中的蓝光 就悠悠闪烁起来 然后赤啦啦一阵凌乱的翅膀拍打的声音 无数蓝蝙蝠从顶上飞下来 两个活生生的人类 鲜血的味道 那么充满诱惑 这些蓝蝙蝠 瞬间跟打了鸡血一样 狂猛地追在他们身后 而下面的火海 也因为灵尊的怒气 而掀起了滔天巨浪 战野转身 手中立刻出现了 那把紫光闪烁的宝剑 剑气凝聚向后一挥 一片紫色的烈火 一瞬间就烧死了一大片蓝蝙蝠 黄北月暗暗叫了一声吼 可是几乎是立刻 他就低声咒骂了一声 一群蓝蝙蝠烧死了 更多的蓝蝙蝠 前扑后继追上来了 数量太多了 如果和他们苦斗的话 势必要耗费太多的元气 如果这之前没有到达门口 而被灵尊追上的话 他们就真的倒霉了 别管他们 尽快往前赶 黄北月大喊一声 催促兵临换鸟 死命地往前飞 战也会议 也不再恋战 宝剑往后一划 烧死一片蓝蝙蝠之后 就头也不回地前行 他们的速度 在普通高手眼中 绝对是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可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 却觉得慢得不可思议 黄北月多年来出生入死 经历过无数危险 早就练就了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定力 不管多么凶险 也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近来时的那道石门 已经隐隐在望了 心里一喜 还没松一口气 忽然前面火焰腾起 铺天盖地而来 黄北月面色大变 立刻驾驭着兵临换鸟 往另一个方向飞去 战也的应变能力 也非常人可比 和他一左一右飞开 如果两个人往同一个方向飞 林尊追上来 势必会两个人一起遭殃 但如果分开 就有一个人会是安全的 意识到战也的想法时 黄北月心里微微一暖 如果并肩作战的时候 是这样的战友 那么 他很愿意把后背交给对方 分开的一瞬间 战也的剑 已经挑起一团巨大的紫燕 迎着那铺天盖地的火墙而去 一红一紫 猛然撞击在一起 产生的效果实在太惊人了 双方相持了一会儿 紫燕便撑不住 被红色的火墙撞开 与此同时 战也也已经飞速地朝后面飞去 迎面来的蓝蝙蝠 被那紫燕烧得七零八落 惊心动魄地过了一招之后 那红色的火墙 就蹭蹭蹭往上涨 扭曲旋转 最后变成一条巨大的火龙 狂吼一声 整个火海炼狱 都被震得摇晃不已 出现了 黄北月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近距离看着灵尊的本体 竟然这么巨大 这种程度太恐怖了 眼在他心里说 哼 发什么愣 太子战也已经引开了灵尊的注意力 你还不快点离开 离开 黄北月一愣 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开 特别是丢下一个肯为自己牺牲的人 不知道战也是出于什么心情 他现在 都还以为戏天投靠了安国功夫 可是刚才那一瞬间 他想也没想 就选择了和自己飞向不同的方向 并且先出招 引开灵尊的注意力 这么仗义的恩情 他怎么可以一个人逃走 黄北月 你别傻了 你想去送死吗 眼灵里的说 听得出他是相当愤怒的 哼 是你怕死吧 黄北月冷笑一声 你要是不想死 就出来帮忙 我也不是每次都能出来的 上次出来已经让我 黄北月 眼大喊一声 已经来不及了 黄北月已经驾驭着 兵灵幻鸟调转了方向 扑向灵尊 他气得 只想捶胸顿足 这丫头平时那么冷血脚诈 为什么现在突然这么讲义气了 气死他了 兵顿 开 斗篷下 少女的声音坚定地响起来 在燃烧的熊熊火焰 和灵尊愤怒的咆哮中 显得轻烈动人 站也眉头微微一蹴 看见他蛇身回来 心里的感觉 忽然有些复杂 他可以自己跑的 安国公一等 不是希望他早点死吗 为什么他要回来 看见他瘦弱却坚定地身影 站在冰灵幻鸟的背上 那一刻的心情 焦虑之中 竟然夹杂着一点点喜悦 并肩作战 互相依靠的战友 从来不会丢下对方 惩罚之火随着他的声音 一道道坚固的冰墙 在火焰中 以坚不可摧的强大姿态树立起来 框框框连续的十二冰盾 将火海和灵尊挡在一边